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息熊哥 我是許民雄 現在時間是在11月8號下午1點 那今天台北股市今天上漲 現在是62點 1點的時候 今天其實開盤到現在 多是維持在一條線 一條線 其實我這幾天我跟你說 我們台股來說都一開盤 幾乎都是 幾乎等於快要收盤了 我們台股最近就是這樣子的模式 因為這樣子來說的話 就是代表比較光旺 一開盤之後大家大概5分鐘左右 就大概台股就停住了 那今天剛才現在是又跌破1萬1 那幾乎我們台灣都是 那我們台灣台股今天 都大概在1萬1左右在那邊震盪 那今天上市還有上漲61點 那這上漲61點來說的話 台積電上漲6塊半 占我們指數就57點 57點了 那57點是62 剩下5點給大概1000檔左右的股票再分 這是上市 那上跪的話現在是下跌 所以說今天上漲是什麼股票 台積電 其他的幾乎都沒什麼動了 沒有什麼動了 個股差異性 還有這些半導體有比較有表現 像我們手邊的信心 那今天也持續在往上推升 也持續往上推升 那環球晶今天就賣壓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股票也不可能天天漲 天天漲那誰要工作 那這是環球晶 那我們像近期來說 我會跟你做期貨來說的話 我們期貨真的是 現在整個期貨是滿 就整個行情來說都 一開門就幾乎都 也行情快結束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廢半 廢半昨天是下跌了0.7% 台積電昨天ADR上漲1% 那廢半 我們台積電是持續往上 一直在創高 那廢半是持續往上再往下墜 也沒有往下墜 就維持在比較低 在近期的比較低檔 這近期的一個地方 台積電呢 台積電一直持續往上 一直創新高 那如果像廢半 如果扣掉台積電的話 現在已經墜下來了 早就已經往下拉下來了 早就拉下來了 所以這整個行情來說的話 我們台股這樣推升的力道 台積電 如果扣掉台積電的話 我們台積電現在要早就過高 它過前高 7月23號的前高 早就過 那我們大盤 大盤今天才過 今天才過前高 今天最高1.1.0.1.20 其實開盤5分鐘就已經1.1.0.1.7了 就大概已經 幾乎今天的最高點了 這是我們大盤 然後這操作上就 近期來說 期貨就稍微觀望一下 那我也說 因為這只能做一個 做一個很短的交易 說是當沖 可是當沖的話 當沖如果沒有加碼的話 其實賺的點數都3.50點 那其實也不多 那如果是整個 像我就跟你說 在10月10號過後 它如果整個波段行 出現波段行情的話 我們如果有獲利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來重壓 這樣子的話 你才有辦法 賺到一個波段行情 不管是300點 還是400點來說的話 如果是500點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掌握到 大概有 將近有400點左右 大概八成左右 我不可能 也不可能說買最低 賣最高 還是空最高 賣補最低 那不可能 那是騙人的 那期貨來說的話 就稍微等一下 等到我們10月10號過後 那看波段行情有沒有出來 那近期來說 就是做一個短交易 就是當沖 就是隔日沖這樣子 那沒有 行情不大 就像近期來說 都是這樣子 那這廢辦還是持續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還是會持續 還是會往下掉 因為這個看起來 就是中美貿易 這種貿易的談判 可能跟10月10號 可能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這我有看法 這我的看法 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這是有關於期貨的方面 那股票來說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股票 股票之前 像我們操作 我們現在的操作 就是像這 這信心 那我也告訴你說 不要來追了啦 其實在這八月初的時候 我每天敲鑼打鼓的告訴你來說 說我非常看好 他會來突破前高 而且他還會來突破這個前高 有沒有 有沒有突破了 突破前高了 這都是在事前 很早之前就已經有告訴大家的 那我們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我們事多是什麼操作 事前規劃未來行情 你才會成為贏家啦 因為現在我們台股 我們像我們 我們台股來 我們台灣啦 我們台灣來說 能夠做系統 5G的系統級封裝 沒有幾家 沒有幾家 那有一家就是信心 因為5G 你要了解 我們現在用到 我們還沒有5G 將來5G出來的時候 它要包含到 它那5G的晶片 的手機 要包含能夠接收到4G的頻譜 還要能接收到3G的頻譜 都要能接收3G 4G 5G 三個三合一 所以這個系統級封裝 它這封裝是非常高階的 所以這信心他有做這個 所以說為什麼老師 我這麼看好他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看好他 信心在8月初的時候 在8月初 我幾乎啦天天都在告訴 都告訴你 這我非常看好 8月初的時候 我是非常看好 那股價大概是在100塊 100塊附近 那到今天再創高 今天最高到143 8月大概8月10號 光8月10號到今天為止 這樣子就有多少 就有4成就有4成 那你操作上來說 像這種股票你做個2、3檔 做2、3檔 那兩個月的時間 一檔兩個月 兩個月的時間4成 做個2、3檔半年 半年就財富就怎麼樣 做了半年你就財富就倍增了啊 你那一筆資金拿出來做股票 那一筆100萬、200萬、300萬、500萬 就倍增了 財富就倍增了啦 我們在操作都是要先怎樣 穩中求勝 我不會帶你去追到那種 買到最高點 那如果要追的股票 當然我也知道 我也要看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要去追的 所以我們在買股票 我們是絕對不會去設飛鏢啦 我們都是從產業 從產業的角度來看 那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這事就比較 會比較辛苦 因為如果要用 你如果要設飛鏢的話 很簡單 那每天都把那些強勢股拿出來 拿出來挑 看哪一個拿出來講就好了 拿出來操作就好了 那這樣子你還要研究什麼 不用研究了 那你也不需要啦 你自己看就可以了 這樣子你如果這樣操作 能夠賺到錢嗎 如果能夠賺到錢的話 也真的是恭喜你 那操作上的話 還有像我們這一波 我們還有操作的像環球晶 環球晶今天是有拉回一點 那我在介紹的時候是在200 今天是有拉回來一些 那股票沒有停停漲的啦 那我給你介紹說是在9月2號 9月2號在這裡給你介紹 這幾乎啦 幾乎是這裡低 幾乎是相對的低點的地方 現在今天來說的話是有比較大 今天是有比較拉回來 那我介紹的是不是在290塊 那今天的話現在是321 還有31塊 還有賺31塊 那我們還是先 我們還是持股去 還是看好的 還是看好的 這是環球晶還有中美晶 這是我們來看好 那5G來說的話 5G這是個未來 那當然還是很重要 還有像離安風店四季缸 這個你要多注意 那這個要多注意 那操作上來說的話 要行動 行動就是反敗為勝的起點 我希望我也能夠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 我也希望你能夠賺到點錢 當然如果你想要賺到 整個波段行情的話 整個波段的行情的話 我希望你能跟我們 一起來操作 那現在這裡 廣位十月168專案 希望我能夠幫你 那你如果需要我幫忙的話 我希望我能夠幫你財富倍增 那你不管你那比資金是 50萬 100萬 500萬 我幫你財富倍增 那我們今天 今天就先談到這裡 那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雖然已經會進入 在三景之中 亂 中心 可以 感谢观看